这个元件上面的电压是多少V 双击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大家好 这里是每天课堂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电磁炉的板子 看看这个元器件 这个就是这个电磁炉 开关电源里面的滤波电容器 它上面必须有300V以上的直流电压 因为这种电解电容器 它的作用就是滤波的 所以直接测试这两端的电压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开关电源它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好 下面我们来具体演示测试一下 翻到背面 也就是这两个焊盘 我们这个时候要借助一个测试神器 万一电磁炉短路 那么它就会亮红灯 会保护我们的电路板 好 直接通电 插入管家坡 这里电就进来了 进到了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了 我们用万能表的直流电压档 一千伏一千大于三百 所以完全足够生了 打开电源开关 红黑表皮 直接并连在 这个滤波电容器的两个焊盘 脚上 我们看 万能表显示 三百一十伏 三百零九 相当准确 这是正常的 如果测出来这里的电压 是两百多伏 那么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电源器 更换掉 就可以解决问题 在实际操作 维修当中 这个电源器常常表现为骨包 这是它的通病 好 再见